听别人的故事,学自己的道理,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八岁那年,爸妈和平离婚,妈妈靠洗盘子供我考上清华,亲爸为我大摆宴席轰动全城,不料他老婆突然出现,送上一份大礼,打开后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 高考时,我和我妹同一个考场,我故意比她晚几分钟出来,我爸看见我,一把推开我妹,校竹颜开,朝我走来。 好闺女儿,辛苦了。考得怎么样,清北没问题吧? 我朝我妹和我后妈看去,他们两张脸都绿了。 我家有矿,我爸是矿主。矿主五大三粗,没太多文化,有很多女儿人。 我妈是原配,在位期间,我爸外面排得上号的有三个,都给置办了产业,茶楼杂货铺什么的,排不上号的无数。 我妈睁之眼闭之眼,说男人都那样,只要拿钱,回家就行。 直到我爸一个小老婆,先后生下一女儿一儿,腰杆硬了,把挑衅我妈当日常。 半夜给我妈打电话,说我爸在她那儿,讽刺我妈生不出儿子,说秦家产业迟早是她儿子的。 到后来,很多个晚上,小老婆直接送上门来,我爸是真诈。 不但没把对方赶走,还说我妈小气,没点正房风度。 我爸搂着小老婆去客房睡。 我妈在卧室恨得咬牙切齿,小声骂着狐狸精,给我带上耳塞。 在我印象中,我妈是委屈求全的。 她的所有争斗,在我爸的绝对偏爱下,不堪一击。 他们离婚时,我刚读小学二年级。 我妈这个没在外面上过一天班,一向看重家庭财政大权的女儿人,离婚那天,硬气地没要我爸一分钱。 我爸前脚和我妈离了,后脚就和那个女儿人结婚了。 我记得,那女儿人把我和我妈的东西从家里丢出来,七零八落地散在街上。 她的两个孩子,女儿儿比我小半岁,儿子比我小两岁,当真是年幼无知,在我和我妈的衣服上蹦来跳去,朝我们吐口水,说我们活该。 我妈带着我,默默把衣服捡起来,装进编织袋,再租了套房子。 她沉默了三天,睡了三天,没掉一滴眼泪,之后找了份卖鞋的工作,说从此不依靠男人,说要活出人样。 那女儿人叫张红,她喜欢到我妈店里,以止气势地叫我妈拿鞋子给她试,喜欢我妈半跪在地上给她穿鞋。 我妈这个曾经的原配,为了赚钱养家,咬着牙给小三服务至上。 这事儿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 我妈每次接待了张红,回家后都会发脾气,摔门摔东西,会怨我为什么不是男孩子。 如果是男孩子,我爸就不会抛弃她了。 她把希望重重地砸在我身上。 婴儿,你一定要好好读书,好好画画。 男人是靠不住的,能靠的只有自己。 一定要把张红的仔笔下去,要给你妈争气。 你知不知道供你画画要花多少钱? 你妈连尊严都豁出去了,跪在地上给那个狐狸精穿鞋。 你要再画不出名堂,我这么牺牲有什么用? 怎么才考了九十八? 期末考不到三科一百,别叫我妈。 好好画。 一定要拿到全是第一,要给妈争光。 我不是天赋型选手,更不是天生学霸。 我压力很大,我所有的成绩都来源于比其他人刻苦很多倍。 反复刷题,反复画。 别人玩耍的时候,别人睡觉的时候,别人撒娇的时候,我从小就知道,我妈对我的爱不是无条件的,我得比周围所有人更优秀。 我是我妈炫耀的资本。 她半跪着给张红氏斜时,会语气金贵,假装平常心。 你女儿最近怎么样?学习不吃力吧? 我女儿又考了年级第一。 哎,你回去告诉你女儿,遇到不懂的题,可以问我女儿。 都一个年级,又是姐妹,我女儿肯定会不、吝、赐、教。 我妈文化不高,不吝赐教这样的词语还是她专门翻书找的,说得又缓又重。 那天回家后,我妈大笑三声,奖励我一个大鸡腿,说张红脸都气绿了。 我很开心,终于让我妈搬回一局。 搬回一局,有什么用? 卡在我们脖子上的,是钱。 小学六年,我们搬了三次家,从自建别墅到二居室,到一居室,再到更差的一居室。 现实是个巨大的巴掌。 我妈高估了自己的能力,离婚时的硬气很快化为一杯苦水。 她做营业员的薪水加提成,根本不足以让她活出人样。 吃穿住行要钱,教父杂费要钱,生病住院要钱,逢年过节孝敬老人要钱,学化更是个无底洞,过度劳累和贫穷带来的胶着,让我妈的脾气越来越坏。 她的眉毛永远拧着,眉间的穿字越来越深,她动不动就摔洗碗帕或塑料杯子,说我费钱。 我在家里大气不敢出,好几次给我妈说我不想学化了,她就骂我,说我没出息,说一旦放弃,前面花的钱就打水漂了。 我咬牙坚持着,我想逃。 我不知道这样人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,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要打肿脸充胖子,为什么他们失败的婚姻要让我承担,直到小学五年级。 我妈得了急性蓝尾炎,要做手术。 在医院跑上跑下,交钱取药的是我,签手术,同意输的人,也是我。 我们家是真穷,穷到我妈专门问医生,能不能不打麻药? 医生说不能,我偷偷去找我爸。 我爸正在排桌上,一间屋子有男有女儿,烟雾缭绕。 爸,我妈病了,蓝尾炎要做手术,叫她好好养着。 我爸抽着烟,随手从桌面抓了一把钱递给我,你给她请个护工。 我估摸着我爸给的钱在三千左右,足够解燃眉之急,还有剩。 我喊了一声,谢谢爸。 这时,其他人开口了,老秦啊,这是你大女儿吧? 秦莹。 你这个女儿儿可不得了,成绩年年全年级第一,比我家兔崽子强多了。 我爸露出略吃惊的表情,有人继续,可不是。 干啥啥第一? 画画也是省一等奖。 是三好呢? 你这是祖坟冒清烟了? 我爸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这些。 我妈之前在张红面前嘚瑟的,没一句传到我爸耳里。 我爸这才转过身,正眼看我,这么厉害。 我没吭声,只点了点头。 我爸哈哈大笑,对那一屋子男男女儿女儿炫耀,我的基因? 优秀! 低调!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我爸脖子上的大金链子,觉得他对低调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 学画画很花钱,我早就不想学了。 我小声说,我妈很辛苦,累病的。 我爸再次哈哈大笑,打开排桌子抽屉,抽一打钱放到我手里,闺女儿乖,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 以后学画的钱,爸出,生活费,也爸出。 你妈就是太倔,不肯要你爸的钱。 她上上下下打量我,许是被我不上档次的衣服裤子刺激到了,再次打开抽屉,抽一打钱放到我手上,去商场买点好衣服。 我勤百万的女儿,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。 我捧着两万多块钱,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,成绩好,优秀,是可以换成钱的。 我先去医院交了住院费,我妈还在睡。 再去超市买了个保温筒,半只鸡,一斤小蘑菇,回到家炖在炉子上,然后淘米煮饭,温习功可。 等鸡炖熟后,我把饭菜分隔装好,坐公交车到医院。 我妈是个极敏锐的人,从我进病房,到我把保温筒放在她面前打开,我妈五连问,你买保温筒做什么? 钱没处使了吗? 炖的什么? 鸡? 你有什么资格买鸡? 我连麻药都舍不得打,你居然买鸡,你知不知道赚钱有多难? 我沉默,我不是善于撒谎的人,更不善于骗我妈。 我怀里揣着两万多块钱,挣扎在说与不说之间。 我妈见我这样,语气不善,脸上尽是狐疑,你是不是找你爸去了? 你问她要钱了? 啊? 最后这一句,她的声音因气愤而变形,她盯着我,如一桶母兽。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,只低着头,咬一勺汤,吹了吹,递到她嘴边,硬着头皮说,妈,您刚做了手术,需要补身体,我们家本来就,我的话没说完。 我妈养手,趴得打掉勺子,汤撒在小桌子和床单上。 我说了多少次,我就算是穷死,累死,饿死,也不会要你爸一分钱。 我妈胸口剧烈起伏,她紧紧握着拳头,竭力控制着摔保温筒的冲动,我看见她额头密出细密一层汗。 我坐在床檐,深呼吸,定定地看着她,妈,我知道你有骨气,你想证明你不需要依靠男人,你已经做到了,你把我养这么大,这么优秀,帅琴学几条街。 但是,妈,你也别忘了,法律规定,父母双方都有养育孩子的义务。 你和我爸生了我,他就应该养我,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养? 累死累活供我吃供我穿,供我上学,还要供我独兴去搬。 而他就轻松快活,搂着小老婆,打着大麻将,养着其他人的孩子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就算你累死了,把我拉着大,等到他老了,我同样有赡养他的义务。 你想让他白白捡这个便宜? 我妈沉默了,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,从她离婚至今,争得不过是一口气。 病房里的人纷纷劝她,举例无数,小之以理,动之以情,核心思想就一个, 不要便宜那个渣男。 我见她有所动容,捡起勺子,洗干净递给她。 人哪! 有的时候,一旦从死胡同钻出来,就豁然开朗了。 我妈最缺的是钱,我爸最不缺的也是钱。 两万之后,我妈的胶着好了大半, 在她看来,最坏的情况不过向我爸伸手。 张红再到店里找我妈买鞋子,我妈不再委屈自己。 张红看上什么鞋,她都给拿。 只是,半跪着穿鞋这种事,对不起,老娘不干了。 你这什么态度? 谁家营业员不给穿鞋的? 你信不信,我叫老板吵了你。 张红拍着凳子叫嚣。 张女儿是,您已经试了二十五双鞋了。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买不起。 我妈靠着鞋架,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。 张红作为金主,被营业员们吹捧惯了,哪受得了这种嫌弃? 大手朝地上一挥,刚试过的,全部给我包起来。 我妈笑着说,多谢会顾,拿着计算器,飞快算账结账。 二十五双,可以打个七十五折,需要吗? 什么意思? 怕打折,有损你富婆形象。 说出去,别人还以为你为了捡便宜,才买这么多。 张红的表情,一瞬扭曲了。 我妈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,乐得哈哈大笑。 我很久没见她这样笑过了。 我问她,最后打折了吗? 我妈说,打了。 不爽是不爽,她又不傻。 不傻吗? 我看未必。 如果不傻,就不会逼着她女儿学画画,妄图超越我了。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,秦雪从五年级开始学,基础本不可同日而语。 何况,我爱画画,勤奋源于兴趣,更源于生存。 而秦雪,从拿起画笔,满满都是叛逆。 张红把女儿送到这个领域,基本就是送来让我打脸的。 同一场绘画比赛,我轻轻松松杀入省赛,她连机构选拔都过不了。 更何况,学习成绩这个东西,小学阶段,一二年级不分上下,三四年级两级分化,五六年级天上地下,成绩好与成绩差隔着鸿沟。 秦雪身上压着学校成绩和画画两座大山。 若不是她趁着课间操或午休时间,把我的书包从四楼扔下,往我水杯里吐口水,偷走我复习资料,以及花钱找同学打我。 我每次看着她怨恨地看着我,几乎快同情起她了。 身为姐姐,不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误入歧途,我把她的种种行径告诉老师,希望老师能帮助她。 老师寄出法宝,一次两次三次请家长。 我爸死要面子的人,从来没去过,每次都张红到学校挨骂。 有一次,我报卷子去语文办公室,正好张红在。 我保证,绝对没有下一次。 我会好好教育秦雪,试试,道德比成绩更重要。 我低头,勾唇。 呵,道德,一个知三作三的人,说什么道德? 我余光看见张红恨恨地看着我,我放下卷子,假装不认识她,转身走了出去。 这一刻,我很清楚,成绩好,才能出人头地。 足够优秀,才能在有限的环境里位。 说,玉,位。 至于秦佑,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,他比秦雪还惨。 自从我爸知道我年级第一后,每次听说学校开家长会,就会专门打扮一番,开着他的大奔,金项链擦得成亮。 他站在我们班教室后面,昂着头,挺着肚子,双手交叉在后腰,笑得跟弥勒佛似的。 我妈笔直地坐在我的位置上,矜持地骄傲着。 苦了张红,一个人给两个娃开家长会,楼上楼下两边跑。 天天两个成绩都不咋地,都是要留下来单独交流的存在。 我妈每次开了家长会,都特扬盘。 你爸今天可得意,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学霸爹。 那狐狸精,家长会后揪着他宰的耳朵,骂他宰不争气。 你爸从他们身边过,假装没看见似的。 哼,生个儿子又怎么样? 还不如我生个女儿。 盈盈啊,你可要争气。 以后考个好大学,让你爸后悔去。 我爸会不会后悔,我不知道。 但我知道,我妈在意那一家子。 她在争男人上输给张红,于是竭力在养育子女儿上,胜过张红。 张红怎肯示弱? 秦佑是我爸的命根子,未来矿业的继承人,也是他荣华富贵的一棒。 他逼着他学奥术,据说是培养未来的企业家。 然而,奥术是什么? 是让牛娃开拓思维,越学越自信,越学脑子越灵光。 而普娃却学起来吃力,越学越怀疑自己的存在。 他成功把我爸的命根子搞得厌学了。 这里容我不厚道地大笑三声,哈哈哈哈。 之后几年,秦雪和秦佑一路掉车尾。 好在我爸有钱,一路高价让他们进最好的学校,请当地名师单独给他们辅导,为他们保驾护航。 科科半半到高中,秦雪模样好,会打扮,是校花级别的人物,无论走到哪儿,都是男生众星捧月的存在。 我无趣很多,除了读书,就是画画。 也曾有人给我写情书,我都顺手叠起来,回家后收进宾铁盒子。 我不曾回复任何,但我记得有哪些人,也知道他们不久后会成为秦雪的好。 朋友,秦雪不光收割喜欢我的男生,也收割和我交好的朋友。 他嘴甜,漂亮,还大方。 那时的我只是十七、十八岁的少女儿,说完全不在意不可能。 我能做到的,是不断提醒自己,不重要。 高中不能谈恋爱。 人的精力有限,我不是天赋型选手,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。 人的一生,身边朋友本就是大浪逃杀的过程,剩下来的,才是金子。 高中三年,我沉默,他耀眼。 我经常有种错觉,他一生的花期,都攒足了劲儿,在那时候开。 高考那天,我和秦雪同考场。 我爸和天下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一样,站在考场外面等。 我故意比秦雪晚几分钟出来,一眼看见我妈,朝我妈走去。 在看不远处,我爸和那一家子站在一起,又是给秦雪擦汗,又是递水。 我朝那边笑了笑,我爸看见我,一把推开秦雪,笑竹掩开地朝我走来。 同款擦汗地水的动作。 不同款的,我爸生如红中,好闺女儿,考得怎么样? 清北没问题吧? 爸给你办庆功宴。 无数双眼睛看过来,带着不可言说。 我摸了摸,我爸这炫耀的毛病。 还有,十多年了,我画画拿了多少奖? 我爸连我想考,哪里都不知道。 爸,低调。 我小声,掐我爸胳膊。 好好,低调,听闺女儿的。 我爸一张老脸,笑得像一朵大花,声音小了许多。 闺女儿,清北清北,你想好,到底去哪家没? 爸,你真当考清北像捡大白菜一样容易。 我去美院。 美院? 美院做什么的? 我腮帮子紧了紧,好脾气地回答我爸的问题。 余光,看向秦雪他们,只见那边大小三张脸,都是绿的。 录取通知书,拿到那天。 我爸喝了很多酒,赖在我和我妈家里,手舞足蹈,大着舌头叨叨叨。 我一个大老粗,居然生了个高材生女儿儿。 哦,骄傲啊。 后来醉得厉害了,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 呼噜声长长短短, 偶尔会戛然而止,仿佛一口气提不上来。 我怕她出事,好几次叹她鼻息。 我妈不以为意,放心吧,这么多年都这样。 三天后,我爸给我办庆功宴。 她在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,包下整整一层楼。 从酒店门口到宴会厅,巨大的喷绘板,巨大的横幅,多到数不清的力排与气球,随处可见的我的名字和高效名字,把一楼婚宴对比得暗淡无光。 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能听到小声议论,早上开车队过来的,全豪车。 太有钱了。 一个升学宴,恨不得全城都知道。 秦百万的大女儿,长公主。 之前扫地出门那个升的,后面那个升了两学渣。 秦百万对这个女儿满意得很,搞不好原配要归位。 这豪门啊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说不清楚。 我默默听着,归不归位的问题,我曾问过我妈。 如果我爸反悔,想和你复婚,你怎么办? 复辟。老娘又不是菜市场的菜,随便她想要就要,不想要就丢。 老娘一个人生活挺好。 我很放心。 不放心的是张红。 这天,她做了这一生最蠢的一件事,就在我治完词,感谢完所有师长亲友的帮助后,她推开宴会厅的大门,她来了。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,带着她花期正盛的女儿,既酷又帅的儿子,提着精致的小石盒,拼拼鸟鸟地来了。 特别是秦雪,她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裙子,扎着一模一样的丸子头。 不同的是,我穿着小白鞋,戴着眼镜,普普通通学生妹,而她,画着淡金色的眼妆,穿着小高跟,美得像个公主似的。 我妈在看见她们那一瞬,脸色就不好了。 我妈也是专门打扮过的,她提前很多天就开始保养脸,敷面膜什么的,衣服配饰也是选了又选,当天还专门去理发店做了头发,请人化了妆。 可是,常年劳作,油烟对皮肤头发的侵蚀,人心对生活的焦虑,以及缺爱,内分泌不调,一点一滴都会累积在人的面貌上,与养尊处优有巨大差异。 她踢管来的吧?我妈夺步到我跟前。 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,对方气场太大,她的身体有些许紧绷,偷偷拉了下我的手,指尖冰凉。 电光石火尖,我想起八岁那年,我和我妈的东西被人从家里扔出来,七零八落散在地上,想起我妈带着我,如丧家之犬,把东西一件件收入编织袋,想起我妈为了钱,半跪在地上, 给那个那人穿鞋,过往种种,皆是噩梦。 有念头猛地闯入脑海,原来,不知不觉,我已成了我妈的依靠。 我一把挽住她的胳膊,嘴唇凑近她的耳朵,脱口而出,妈,别怕。 宴会厅不知不觉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看着我们,有人拿出手机,摄像头对着我们,等待矿老板家的私逼。 张红母子被众人注视着,他们骄傲着,独孤求败般昂着下巴,拿出走红毯的气势,走到我们面前。 恭喜你啊!周姐姐! 张红满脸堆笑,她朝我看了看,目光富又落在我妈身上。 生了这么个好女儿,可给你长脸。 接这么大的好事,也不知道给我发个帖子,难不成还怕我抢了你的风头? 这话说的,特别最后一句,颇有87版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的风采,声音又轻又亮,极富穿透力。 我妈事先没准备,张了张嘴,正要分辨,张红画风一转,声音身段已然婉转,朝我爸娇称。 老秦,你也真是的。 周姐姐不懂事,你也由着她。 不知道的人,还以为我们两口子感情不好呢? 她把两口子三个自家重音,再炫耀地看过我妈一眼,摆明她才是正房。 我妈咬着腮帮子,朝我爸看去。 张红这是典型的,揣着明白装糊涂,接着庆功宴,四十多桌客人,我妈就请了二桌,其他都是我爸请的。 我爸脸色也不是太好,他不愿让其他人看笑话,顺口或心仪,好了,既然来了,就都坐下来吧。 张红立即上前,大屁股一扭,急走我妈,娇娇翘翘地挽着我爸的胳膊,身体力行的全是什么叫小鸟依人。 秦雪站在我旁边,用那种审视的目光,上下打量我,小声吃笑,就凭你,也配合我穿一样。 也不撒泡尿罩罩,长这么丑,穿什么都是山鸡。 难怪喜欢你的男生,最后都喜欢我了。 巧了,话筒在我手上。 更巧的是,秦雪说第一个字时,我不小心把话筒开关打开了。 她的声音顺着音响传入每个参加宴会的人耳里。 众人还没来得及哗然,我已经接口,脸呢。 你妈没教过你,悬宾夺主是没礼貌的事吗? 掐着时间点进来,故意和答谢宴的主角穿一样,就是你的教养。 今天在座的长辈,基本是爸爸请的,你知道他为什么没通知你这个二女儿吗? 我故意顿了下,笑着,因为他怕你自卑啊。 学渣,后面两个字,我说得格外轻,格外讽刺。 高中三年,所有人都在努力学习,奔虔诚,只有你,在不遗余力地学习如何搔手弄姿,如何抢男人,说话间,我内涵了张红一眼。 满场宾客皆露出了然神色。 当年,张红的上位史,在我们小城市可谓是热门八卦。 张红纵然脸皮在后,这一刻也有些绷不住。 他小声喊秦雪的名字,示意秦雪不许说话,快坐下。 秦雪忙,走到我爸另一侧,和张红一左一右坐在我爸两侧。 我爸皱眉,先是对秦雪,起开,这是你姐的位置。 再对张红,你也起开,不知道今天主角是谁吗? 两人兴兴然,往旁边让了让。 这事儿如果止到这里,一切还好。 偏偏,张红太贪,他不光想我和我妈丢面子,还想我们实打实地吃上一亏。 他当着众人,把带来的食盒推到我面前,说是亲手给我做的,庆祝我考上理想的大学,叫我和我妈尝尝。 还说趁热,刚叫服务员用微波炉热过。 我打开盒子,看见里面装着两个糕点,红色,梅花形状,上面有玫瑰花瓣和蔓越莓。 一点小心翼,盈盈,快尝尝。 张红用热切的目光看着我,乐呵呵地说,叫你妈也尝尝。 张阿姨以前不懂事,多有得罪,你们可别往心里去。 这两个小糕点,就当阿姨给你们赔罪了。 这不黄鼠狼给鸡拜年吗? 吃,意味着从前的恩怨,一笔勾销,不吃,显得不大度,是典型的道德绑架。 我思索着,朝秦雪和秦佑看去,只见秦雪满脸期待,秦佑满脸奚落。 我用消毒纸巾擦了手,粘起其中一块糕点,直接递到我爸嘴边,语气甜美。 爸爸,我能考上大学,您功不可没。 这块糕点,就当借花献佛了。 我爸乐陶陶的,指着我朝众人炫耀,我这个大女儿,孝顺,众人鼓掌。 我爸张嘴,一口咬下去,张红母子三人的表情,简直大行翻车现场。 同一时间,我闻到我爸口中传来的恶臭,他也意识到不对劲,眉头一皱,嘴巴一张,哇哇狂吐。 服务员忙着递水。 我爸一边竖口,拳头已砸在桌子上,再不顾宾客们会不会看笑话,朝张红怒吼,你TM在里面包了什么? 装满茶水的杯子朝张红脑袋砸去。 张红心虚不敢躲,闭着眼睛,咬着牙,硬生生接了我爸这一砸。 茶水湿了他的脸,头发和衣巾。 我爸不解气,一把抓起刚吐出来的东西,同样朝张红脸上砸去,然后是剩下的糕点,统统砸在张红脸上。 张红依旧不敢躲。 他依附于我爸,没有任何生存技能,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我爸,只能硬生生全部瘦了。 片刻间,他的脸上,身上一片狼藉,发出恶臭。 周围人都在捂鼻,小声讨论,这味道,该不会是实吧。 我把比其他人闻得更清楚,不但有嗅觉体验,还有味觉体验,怎会没有判断。 听众人一说,更觉李子面子都没了,他竭力控制打人的冲动,额头手背全是青筋,每个字都从牙缝中蹦出,你TM活腻了。 滚!老子不想看见你。 一个滚字,如野兽咆哮而出。 我坐在他旁边,耳骨磨震得生疼。 我咬着牙眉洞,眉妆白莲花落井下时,只一只手搭在我妈手背,安抚似地压着他的手。 秦雪和秦佑吓得浑身都在抖,晒康似的。 张红眼泪一滚就出来了。 老公,我知道错了。 他第一个开口。 他也是豁得出去,众目睽睽下,站起来,扑通给我爸跪下,跪行几步。 我真知道错了。 秦哥,我一时糊涂,你原谅我。 他拉着后面秦雪秦佑的衣服,想让他们给说情。 秦雪没辜负张红的期望,站起来,爸,你原谅妈这一次吧。 他也是急糊涂了,怕你只爱姐姐,不爱我们。 秦佑紧随其后,他比秦雪高,声音还格外洪亮。 对,包狗屎是姐的主意。 他极度勤盈,想给她点教训,妈没过脑子就答应了。 秦雪本就瑟瑟发抖。 一听这话,小脸更是涨得通红,眼神慌乱,结结巴巴解释,不不,不是我。 我没有,都是秦,他的话没说完,秦佑高声打断,怎么不是你。 若不是为了给你出气,我们能揉面团玩狗屎。 说话间,他狠狠瞪了秦雪一眼,警告意味十足。 秦雪居然真的沉默了。 这一瞬,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 长久以来,我没有对秦佑投入过多关注,只当他是个小孩子,却没想到,秦雪那么嚣张跋扈的人,居然会因为他一个眼神,吓得一句话不敢说。 张红再次找到救命稻草,一把拉过秦佑,祈求我爸,秦哥,看在儿子的份上,您原谅我。 我知道错了,您怎么罚我都行。 滚!我爸脸上全是不耐,别以为生个儿子就了不起。 想给老子生儿子的女儿人多的是。 说话间,我爸不经意瞟向不远处一张桌子。 那张桌子坐得全是女性,有两三个和张红差不多大,最年轻的比我大不了多少。 有人挺着肚子,有人带着孩子。 我朝我妈看去。 我妈不动声色点头。 是了,都是我爸养在外面的,且越来越多。 爸,秦佑还想说什么? 滚! 我爸在拍桌子,狠狠瞪着他们,都给老子滚。 老子明天就和你妈离婚。 那三人离开了,他们来时骄傲如孔雀,去识狼狈如丧家之犬。 好好个庆功宴,被张红母子闹得乌烟瘴气。 我爸一口菜也吃不下,他黑着脸,大马金刀地坐着,胸口剧烈起伏。 爸,我小声喊他,朝他身侧靠了,靠,对不起啊,我不知道,我是真不知道。 我虽猜过糕点有问题,却做梦都没想到,里面包着狗屎。 我爸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,下巴扬了扬,一头黑线,故作坚强。 我余光看向周围,见宾客们好些在戳手机,猜他们正在发视频或聊天,与朋友共享勤百万家的闹剧。 盈盈,我妈小声喊我名字,某中乘满担心,会不会对你不好? 没关系,我笑着摇头,假装大肚,弟弟妹妹不懂事,我做姐姐的应该多淡淡,不在意的。 我爸转头看了我一眼,欲言又止,似乎想说我当然可以不在意,吃狗屎的又不是我。 我咬牙憋笑,低头,吸着腮帮子在憋笑。 我不同情我爸,三妻四妾,其人之福不是那么好想的。 很多年前,我和我妈被扫地出门,如今轮到张红母子了。 所谓风水轮流转,不,是善恶到头,终有报。 网络年代,消息像长了翅膀。 一顿午饭的时间,秦百万吃狗屎的视频已登上本地热门,发酵出来的第一热门人物是秦雪,第二才是我爸。 故意和庆功宴,主角撞山,恶毒女儿配看多了吧? 食物里包狗屎,真不是一般脑洞想得出来的。 小姑娘得有多坏,不愧是上位的小三交出来的。 有一说一,妹妹确实漂亮。 姐姐活该,那么多客人,居然说妹妹搓手弄姿,我要是妹妹,弄死她。 这不秦雪吗? 在学校老抢秦莹的东西,只要有男生喜欢秦莹,她都要抢。 学习很差,和秦莹不是一个档次。 我初中和秦雪同班,亲眼看见她把她姐的书包从四楼丢下去,还带着小太妹围攻她姐,坏透了。 百万富翁吃狗屎,求秦百万心理阴影面积。 弟弟才是没脑子。 可惜了那双犀利的眼睛,他若不说是狗屎,谁知道是狗屎。 网上议论纷纷,连着几天,我每天都在接电话,大多是同学们打来的,百分之八十的话题是问我那天宴会的情况。 他们说秦雪这下射死了。 我尽量不讨论,一是没那么多时间满足他们的八卦欲,二是当今社会,只要脸皮够厚,射死又如何。 那天之后,秦雪母子三人还不是该吃吃,该喝喝,还四处旅游。 这个暑假,同学们大部分在忙聚会,旅游,互诉中常。 我朋友不多,偶尔聚一聚,时间基本留给画画。 写生,又或者去公园摆个摊,给路人花肖像。 暂时不缺钱,赚的钱都买绘画用品,送去孤儿院了,也认识了一些朋友。 这个暑假,我爸和张红最终没离婚。 我妈这个前妻,离异人士,以饱满的热情,关注他们的婚姻动向。 你爸怎么还没理? 听说住小狐狸精那里去了。 这段时间,大小狐狸精斗得厉害,比电视剧还精彩。 我妈展开说了许久,我问我妈,你怎么知道? 当然是那些失宠的给我说的,他们看你得宠,都来扒我。 我择了一声,建议他听八卦可以,别给任何人出主意,免得最后惹意身骚。 还有,和我爸保持距离,别因为他耽误了自己。 这个暑假,我听说秦雪被一家专科学校录取了。 很不巧,和我在一个城市,同专业。 大城市,比我老家大很多很多的城市。 临次置笔的摩天大楼,堪比皇宫的夜店,国际尖端的奢侈品, 一瞬溜的千万级跑车,都是我们老家没有的。 我爸那个级别的土豪,在这个城市,估计也就是略高于中产的存在。 我们学校真有开着跑车来上学的。 我无意攀比,却也在室友熏陶下,取下框架眼镜,换上隐形眼镜,第一次涂口红,第一次穿高跟鞋,有人说,读大学堪比整容。 其他人如何我不知道,至少我是真变了。 有一次,室友们无意间看到我庆功宴上的视频,这些人有没有眼光? 明明是姐姐更好看,不能怪她们,有几个人能透过黑矿看到亮晶晶的眼睛。 那时才高中毕业,盈盈一看就是只专注学习的乖乖女儿,瞧被她妹欺负成啥了? 还好,还知道反击,不然我们可不认你这个朋友。 至于专业,更是一秒钟都不敢懈怠。 小时候,我努力学习努力化,因为我清楚,我所有想要的一切,无论尊严,还是活着的权利,都要靠自己。 在这所学校,我最大的感触是,比你有钱的,往往不光比你优秀,还比你努力。 当年,我在机构学画时,他们多少人请的私教,请的大学教授,或者直接拜得成名画家为师,对画的感悟不可同日而语。 我不是天赋型选手,我需要百倍努力来弥补差距。 大学四年,我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,但我知道,凌晨三点的校园多么安静,树影婆娑,月光洒一地。 但我知道,凌晨五点,校园笼罩在晨曦中,天空一点点变亮,云霞归立,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美。 秦雪是从大四开始找我的,那时,我正在走保研流程,而她已经毕业,开了个画廊,卖画,也教孩子们画画。 她说,她悟了,她错了。 她所有的飞扬跋扈,拼命针对我,都源于她妈错误的三观。 她一直觉得,我爸和她妈是真爱,没有爱的那一方,才是第三者。 我是第三者的孩子,加上她妈每天拿我笔笔笔,骂她不争气,所以,她看我百般不顺眼。 希望我能原谅她,原谅这个被原生家庭祸害的无知少女儿。 她说,这么多年过去了,如今回头再看,发现最佩服的人还是我。 她说,在我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,认真与坚持,才能使人生意义生辉。 她经常请教我怎么画,有时是微信发照片来,有时会亲自跑一趟,提着她的心做。 我只要不忙,都会指点一二。 人性的弱点呢? 一是我的虚荣心确实得到了满足,好为人师的天性在这时暴露。 二是比比比的童年,不光是她的痛,也是我的痛。 我们都曾是母亲欲望的衍生,多少年后,终于触摸到自己。 后来那件事发生在延二。 那时的我,在圈内也算冉冉升起的新兴,获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奖项,在城郊有自己的画室。 不上课的时候,我都在画室。 我知道秦雪用我的名头做她画廊的活招牌,说她是画家秦莹的亲妹妹。 我没有反对。 姐,您在哪儿? 今天没课吧? 我画了一幅画,怎么看都不对劲儿,您若有空,方便帮我看看吗? 秦雪现在和我说话,开口闭口,都是尊称。 我硬了下来,叫她到画室找我。 半小时后,秦雪一只手提着画,一只手提着装咖啡的袋子,来到我画室。 我接过画,边走边看,放在窗前的画架上,这里阳光最好。 再顺手接过她递来的咖啡,喝一口。 姐,您觉得怎么样? 她站在旁边。 构图OK,色彩也OK,审美情趣有,比之前的好很多。 我顿了下,可惜意境欠了点,放画廊几千块钱能卖,在网上救,我的话没说完,脑子里一阵炫韵,转头看见秦雪脸上全是猙獰。 只能是这杯咖啡,她放了什么?她想做什么?我下意识朝放手机的桌子奔去,我得报警,得打110。 可我的头晕得厉害,脚步不稳,路上撞倒好几个画架画框。 她跟在我后面,悠哉悠哉,时不时发出冷笑,如戏耍老鼠的猫。 我紧张极了,眼看要抓住手机,砰的一下,顿痛从后脑勺传来,画框四分五裂。 我跌在地上,意识迅速涣散。 傻逼! 秦雪的声音从上方传来,伴随着她的高跟鞋疯狂在我脸上身上踢着。 砰,砰,砰,老子做了你这么多年的舔狗,终于到头了。 你TM学什么不好,偏要学画画,害得老子跟着学。 真TM烦死了,我的意识不断涣散,她的声音从尖销到模糊,痛感也越来越迟钝, 直到油画刮刀狠狠插入我的脸颊,再往下拉。 痛,不可严肃。 我听见她狂笑。 哈哈哈哈,你这张脸,老子看着就讨厌, 凭什么那么多男人喜欢你? 粘稠的液体顺着脸颊脖子,血腥味那样重,生理性眼泪疯狂涌出。 她笑得更加张狂,从地上抓起支油画笔,对准我眼睛。 我恐惧到无以复加,比其死,我更怕瞎,我哆嗦着。 我后悔了,姐,别晚了,有人来了。 门口传来好像是秦佑的声音。 秦雪哼了一声,砰得摔下我。 出门前,她放了一把火,化石沦为火海。 黄泉路,漫珠沙花开至图迷,孤魂无处可归。 一年后,我站在西山陵园的一座墓前,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,我把小厨菊放在碑前。 秦莹,你有什么打算? 问我之人是救我之人,阮强是整容科医生? 他有一个外科医生的男朋友颜云,与我相识多年,也是我化石对面的邻居。 我出事时,他们恰回来。 秦佑那一声有人来了,说的就是他们。 他们合力把我救出,再放了一具人体骸骨进去。 当消防队赶到,扑灭大火,从废墟里抬出来的,就是那具骸骨。 我在黄泉路上游走一年,看见曼珠沙花盛开如火焰,无边无际,看见地狱空荡荡。 阎罗找我,叫我把恶魔送去该去的地方。 我硬下了。 事故后,最先赶到现场的是秦雪,然后是秦佑,最后是我爸和我妈。 我妈整个人叹了,多年来,我是她的精神支柱,我没了,她已没了活着的欲望。 我的后事交由我爸处理。 我爸在我们当地是响当当的大人物,很多事看关系、看人情。 到了大城市,当一切按照流程,他怂了。 他把事情交代给秦雪和秦佑。 没有人质疑我的死因,秦雪姐弟全心全意把我的后事办得轰轰烈烈。 学校论坛里,有祭祀我的帖子,起高楼。 网上无数自媒体都在吹嘘我的话,说我是天才画家,画作水平如何了得,如今年轻就陨落是天度英才。 恰这时,有人赤字百万,买下我即将参展国际某赛事的画。 那只是一幅没画完的手稿。 之后,但凡我画的,价格一路飙升,完完全全印证了艺术家去世后,艺术品才升值的魔咒。 而秦雪,借着我死的东风,也被自媒体关注了一番。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,眼球及流量的年代,他小小地红了一把,居然跻身年轻画家行列。 他的画我看过,和你风格很像。 阮强说,东师笑评罢了,我吃笑。 秦雪什么水平,我给他指导了几年,不会不了解。 可你的导师,也赞过他的话。 阮强言语中,带着几分圣意,缓缓道,说,青出鱼篮。 这下轮道我吃惊了,这是高于我的意思。 我的导师,专业水平超一流,俗称国家队的存在,他的人品绝对信得过,不会胡说。 难道,秦雪才是真正的天才画家? 过去许多年,他都在藏桌? 不,不可能。 按照他的性格,他若有本事,早炫耀出天际了。 我不懂画,你得亲自去看。 阮强说,我点头表示知晓。 对了,还有件更棘手的事。 阮强顿了下,他现在是顾斐的女儿友。 你要对付他,得先对付顾斐,听说那个男人宠他如命,花了大价钱再捧。 顾斐? 我不认识,没听过。 阮强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我,后面每句话的落点都加重音,姓顾。 是四大豪门之一的顾。 著名天使投资人,金钻王老五。 秦雪能勾搭上顾斐,确实出人意料。 一个是矿老板的女儿儿,小画廊老板,一个是真正的豪门。 说句不客气的话,这是直接跨了两个阶层。 我在网上查顾斐资料时,看见她的照片,莫名觉得有点眼熟。 至于秦雪,当我看见她所谓的成名作,就笑了。 那日,她在我的画室,不光杀人放火,还顺走了我的画作。 一部分用于炒作,另一部分变成她的作品。 那些我正在尝试的画法,没有给人看过,亦没有完全成品的,如今正展示在网上,作为天才画家秦雪的作品,受到无数人的追捧。 呵,依然这样暗炫,不顾后果吗? 名利是把双刃剑。 那些借来的才华,一旦用完了,曾经有多少人关注,就有多少人落井下石。 大数据推来两条消息,一是,顾斐你投资秦雪弟弟秦佑的公司。 评论区两种声音,有人说色令之婚,身为金牌投资人,顾斐的脑子被门家了吗? 也有人说,你投资很久了,一直没见头,掉着罢了。 二是,秦雪新作见面会将在六月底召开,届时会有很多行业大咖参加。 评论区一边倒的女儿神YYDS,偶尔夹杂着几声资本下场,果真了不起,几幅没画完的话而已,请了这么多名家给她抬轿子。 我给师姐发信息,师姐,我没死。 师姐瞬间把电话打过来,你在哪儿? 为什么不联系我们? 你知不知道,你出事后,导师伤心了很久。 我说,我在医院躺了一年。 师姐,我想要一张秦雪新作见面会的邀请函。 师姐那样敏锐玲珑的人,所以,秦雪的画,果然是你画的。 我笑,被发现了。 师姐,早被发现了。 哪有画家一年了,只拿得出几张半成品的。 而且,风格明显脱胎于你的风格。 我们专门去她画廊看了,水平也就那样。 师姐,只有顾斐,有毛病似的,没才华硬捧。 哎,你老实说,当日你出事,是不是和她有关? 师姐,你活着的消息,导师知道不? 你赶紧给她说一声,她老人家一定很开心。 你在哪儿? 我过来看你,师姐倒豆子似的,噼里啪啦,一句接一句。 等她激动完了,我这才请她暂时保密,说过几天在秦雪作品见面会上见。 师姐沉默了。 怎么了? 看群。 我忙缩小语音通话见面。 还好是个小群,连我在那七人,都是信得过的。 一群人问师姐,真的吗? 秦莹真的活着吗? 需要我们做什么? 无论做啥,保证完成。 放心,肯定保密。 我悠悠爱特师姐,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大嘴巴。 师姐哈哈大笑,这不憋不住吗? 现在帮手多了,咱们搞个大的。 秦雪的新作见面会。 顾飞果然疼她,最豪华的酒店,最豪华的宴会厅,全国第一梯队的画家,上百家媒体,上百个大V,无数个支架,长枪短炮的。 我穿着衬衣牛仔裤,戴着鸭舌帽,坐在一众大V中,非常低调。 群消息闪个不停,那六个人,打了鸡血似的,恨不得把各自坐标发出来。 我肉眼可见,他们一个个东张西望。 我到了,我到了,呼叫总部,呼叫总部,小营到了没。 我也到了,蓝碧区,倒数第二排右五,有什么事情交代我吗? 很急切地想做点事情。 我X太刺激了。 想想待会儿要撕下秦雪的面具,再想想顾大总裁的绝对便秘脸,想高歌。 哇哦哦哦,我,我看着不断滚动的群消息,符额,能不能装重点。 说好的高贵清冷人设呢? 快捡回来,这么多媒体,一个个快包没了。 自己人,要什么人设? 放心,大老多,没人注意我们。 下午三点整,秦雪来了,和顾斐一起来的。 他挽着顾斐的胳膊,从他们进门那一刹,美光灯闪个不停。 顾斐穿着灰色西装,戴着金边眼镜,头发朝后梳着,从上到下,每一个细节,每一个毛孔都写着成功人事。 秦雪穿着银色礼服,低胸露背,长发松松地盘在脑后,钻石项链和耳环,不像画家,更像明星。 红毯两侧,有媒体不断问, 顾总,请问您和秦雪小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? 有结婚的打算吗? 网友说,秦小姐的才华撑不起她的名气,全靠您硬捧。 您怎么看? 是为她嫁入豪门,累积资本吗? 顾总,秦小姐弟弟的公司,你你投资大半年了,到底投还是不投? 顾斐忽然驻足,目光扫过全场,秦雪跟着停下,一脸娇羞地看着她,双眸含情,郁郁还羞。 顾斐笑了笑,拂眼镜,接过记者的话筒,第一,没有豪门之说,顾家三代经商而已,是普通老百姓,第二,小雪有没有才华,是不是靠我硬捧? 你们待会儿看她的作品,不就知道了。 第三,任何一场风险投资,都不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,我们公司有专业团队,正在进行专业评估。 今天是秦雪小姐的作品见面会,请大家多关注她的作品,谢谢。 不知何故,我总觉得顾斐多看了我两眼,甚至有一瞬间,我和她的目光有短暂的交汇,她的眸中有雷霆万军,亦有漫天星光,我知道她是谁了。 我和她见过,那时,我出国交流,在国际航班上,太过漫长的航程,我闲得无聊,看见坐在斜前方的男子。 她正在看书,年轻的脸庞,线条极具美感,碎发搭在眼简。 阳光透过弦窗照进来,给她镀上一层金边,特别是鼻子上那一点,最亮。 我一时济痒,拿出纸笔,刷刷画了起来。 后来,当飞机停稳,所有人都在收拾行李,她朝我走来。 我紧张极了,画人肖像这种事,事先应得到对方允许,我有错。 我那时年轻,没想好好解释,只想逃,于是从画家抽出那张画,走过去趴地拍在她身上。 送给你了,我平时收钱的。 语气很傲娇,飞快逃走了。 她在后面爱。 这件事,我后来反思过,处理得太不成熟,太没礼貌,简直人生污点。 台上,秦学已经开始介绍她和我的作品。 之所以说她和我的,因为构图是我,线条是我,钩边是我,一部分色彩是我,她只做了剩余的一部分,甜色。 画在画框里,框在画架上,一共五幅画。 摄影师拿着8K摄影机,秦学讲哪拍哪,又是整体又是细节,全部投放在旁边巨幅的8K液晶显示屏上。 可谓先毫避现。 16K大的纸,画上的任何瑕疵,一旦投放在剧屏上,都是灾难。 其纸前排大师级画家频频摇头,就连后面我身边专业度相对低一点的大V和媒体,都在焦头接耳。 这怎么写? 就这水瓶。 尬吹吗? 顾斐一世英明,被这女儿人坑惨了。 你们信不信,往后连她的投资眼光,大家都会质疑。 这话,真不如半成品。 当初多惊艳,现在多失望。 我抽空了看了一眼旁边主播的手机屏幕,下面刷屏似的女儿神他房了,默哀男神的三秒钟。 秦雪站在台上,他比任何人早看到台下反应。 他慌了,一个劲儿朝顾斐看去,拼命用眼神向他求救。 顾斐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到我的导师旁边,他的背脊朝后,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,双腿交叠着,好整以侠地看着台上表演。 我误了,他知道,他一直都知道。 见面会是他要办的,画家和媒体是他请的,8K摄像机和显示屏是他安排的。 他说有没有才华,看作品,他说多关注作品。 到第三幅画时,秦雪实在讲不下去了,他困在台上,不知如何是好。 巨大屏幕上,他额头上的汗水晶莹而饱满。 我发信息,切信号。 屏幕上,画面陡变。 玻璃窗后,女儿子在画画,看画面是监控拍的。 周围人吃了一惊,很快安静下来,猜到有大事要发生。 某些原本已关了摄像头的主流媒体,重新打开摄像头。 过了一会儿,女儿子离开了几秒,在进入镜头时,他一只手拿着画,身后还跟了另外一个女儿子。 他把画放在架子上,接过身后女儿子递给的杯子,喝了一口。 两人似在交谈。 忽然,女儿子摇头,似乎是吃惊地看着身后女儿子,随即丢掉杯子,冲向不远处。 后面那个女儿子,悠哉悠哉,就在前面的人快抓到桌子上的东西时,他随手抄起一个画框,狠狠砸了下去。 现场发出惊呼。 屏幕里,女儿子倒地,那个砸他的人丝毫不肯放过他,高跟鞋疯狂踢着他的身体,踩着他的脸。 现场鸦雀无声,所有人都被屏幕上的残暴情形惊呆了。 现场剪辑师忽然在屏幕右上角开了个小窗,直播秦雪苍白着一张脸,呆呆立着。 当秦雪弯腰,捡起油画刮刀,狠狠朝我脸上扎下时,周围再次发出惊呼。 有人捂住眼睛,有人大骂秦寿,这样的画面,我其实看过很多次,每一次都满带恨意。 唯有这一瞬,情绪如开闸的洪水,我落泪了。 我的导师,我的小伙伴纷纷站起来,义愤填膺地指着秦雪,凶手,抓住他,是他杀了秦莹。 秦雪慌不择路,保安一拥而上。 唯有顾斐,他站起来,大不留心朝我走来。 我最初没注意他,我的注意力都在秦雪身上,等我发现他时,他已经一把抱住我。 胸膛起伏很是剧烈,咚咚咚咚。 我和他不熟,我挣扎着,正要推开他。 他说,阿盈,让我抱会儿,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。 忽如其来的感情,也许是我一个人了太久,也许是我也需要一个肩膀,也许是他的感情太过浓烈,我实在不忍,我由得他抱着。 屏幕里,秦雪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,一直拿起画笔,朝我眼睛戳去。 屏幕里,他的动作中断,朝门口看了一眼。 屏幕里,他在放火之前,卷走了我的画作,警察推门而入。 旁边,是已经戴上手铐的秦佑。 法律不外乎人情,他们在宴会厅门口等了许久,直到这段监控视频放完。 后来,秦雪和秦佑已故意杀人,畏遂入罪。 后来,他们在监狱斗殴,一个毁了容,一个瞎了眼睛。 再后来,张红封了,流落街头,饿的时候,连狗屎都吃,我妈偶尔会给他买两个包子。 再再后来,我和顾斐恋爱了,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 一个情不知所起,而一往情深的故事。 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,有人曾惦念着我。 尾声我从来没相信过秦雪。 年少时,她如何带着一群人欺负我,我不曾忘,那些本该热烈的青春,因她而冰冷。 而秦佑是比秦雪更阴险的存在。 小时候,他们讨厌我,因为我总是压他们一头。 长大后,我爸曾明确说,她的财产会分三分之一给我。 这两个人,以及张红,不会甘心。 我故意把秦雪放在眼皮下,一是了解她的动向,二是趁她想除我的时候,将计就计,除掉她。 秦佑在这个城市的消息,我提前半个月就知道了。 她给秦雪发的信息,不巧被我看见。 所以,秦雪约我看话,我多了个心眼,给严云打了电话,以防万一。 严云是我多年好友,当年在孤儿院做一工时认识的。 她是外科医生,有自己的实验室,建在城市郊区。 我在她实验室附近,租了民宅,改成画室。 一整面墙的落地窗,从她那边能看见我这边,我请她安了个摄像头,安在她的室内,不容易被人看见的地方。 她知道我在狩猎,却不知我的详细计划,更不知我低估了秦雪姐弟的毒辣。 所以,当画室起火,她第一反应是用实验室内现有的骸骨,礼带淘江,再等我醒来,由我决定怎么做。 后来的事情,你们都知道了。 至于秦雪拿我的画作冒充是她画的,究竟是临时起义,还是蓄谋已久,都不重要了。 这件事到此,诚然,我高估了自己的智慧,差点把自己害死,也算吸取教训。 幸好,结局还算不差。 是上天保佑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